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时是被不幸在COVID期间被裁退了 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电商行业 然后当时因为在电商行业里面面对到很多矩增的情况下 然后业绩就遇到很大的阻碍 在同一时间我就发掘了这个新平台 然后就跟Maddox一起去开始内容策划 之后就开始做起了这个范畴 然后就觉得说原来机会也在里面可以给我寻觅到 然后就开始去专注新媒体这个TikTok平台去带货 还有去跟人家做连接这样子 选择Machie Bay这个角色主要原因是我带的那个产品 主要是母婴产品 所以很多时候母婴产品都是会牵扯到Machie 这号人物就是所谓叫妈妈 然后加上Bay是我的姓氏 我们制作一些内容是都是相关于妈妈和孩子之间的那种日常生活方式 然后从当中我们去create那个所谓的那个戏剧化的呈现 将它放进内容里面然后去呈现给大众 然后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让大众知道说 这个生活上我们需要这个产品这类型的东西 通过Machie Bay这个角色 我也是有去投入一些社会的工作 比如说给予一些小儿童 不幸的儿童去做这个补习 然后从中当中也领悟到很多的礼物 包括了原来说我这个角色可以基本的带给他们 至少一些存真的一点快乐 当然我就从里面就发现到 其实很多时候我存 我活在这个当下的时候 我是幸福的 我是值得开心的 原来我做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 带给社会有不同的反应 然后在里面我就很自然的自信的成为了那个角色 作为一个网红Machie Bay这个角色 当然诚实还有真诚 这个这块范畴是肯定跑不了的 因为当一个人愿意以真诚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 其实就自然的可以做自己 然后当做自己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约束 完全是开心的 完全是想贡献的 不止于贡献于自己 其实也可以贡献于整个社会 也因为我这个一个小举动可以改变到世界 其实这个多少钱都买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